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她之所以敢喊出这样的一种口号 恐怕是建立在她的一种 所谓的相应的错误的认知基础上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蔡英文当局有恃无恐地喊出 台湾应该要放眼世界 因为对于今天的蔡英文当局而言 她一直实现的是一条所谓的 与中国大陆进行相应经济脱钩的战略 她希望在未来当中 特别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应该要离大陆越远越好 并且极力地将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以美日相连接 希望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 那另外一方面 按照一般的常识而言 当一个经济体对另外一个经济体的经济 产生高度依赖的时候 一般而言两者的关系应该要不错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你的客户对你而言是一个重大客户的话 至少你要想尽办法去维护与这个客户的关系 但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道理和常识 在蔡英文当局这样里却行不通 因为蔡英文当局实施的是一条 所谓的渐进式台度路线 一方面他并不认为台湾对台湾的出口 对中国大陆的高度依赖是台湾的问题 相反在他的内宣层面上讲 他只会反复宣扬 大陆是如何如何需要的台湾 我们必须要指出 就是今天的两岸关系 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 中国大陆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 也掌握得越发的牢靠 如果蔡英文当局 一味地停在过去的旧的思维当中 认为他恶化两岸关系也不会影响台湾获利 恐怕这样的一种如意算盘 就会被彻底打破 并且目前从岛内的民意的变化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尤其是台湾的工商界 已经对两岸关系的恶化忧心忡忡 并且近期他们也越来越强烈地 向蔡英文当局指出 必须要尽快地想办法去调整两岸关系 毕竟两岸关系的冰封 退浪 甚至是长期的恶化 只会使得未来的台湾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更大的困境 从去年的阿塞布的成型 再到中欧经贸协定的签署 都已经使得台湾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过程当中 面临着更加边缘化的困境 由此可以看到 蔡英文当局未来的执政困境 只会越来越大 而他这一套所谓的民粹式的内宣手法 也终究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